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洋葱是厨房里面常见的一种蔬菜 其实洋葱它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的 除了保健之外 洋葱还可以帮助我们 瓜油,减脂,瘦身 今天就用洋葱给大家分享一道减脂餐 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消灭身上的坠肉 如果您的腿粗,肚子大 体重一直不好减 不妨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试试这种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基础代谢 一个星期瘦个五斤不是问题 吃洋葱之所以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那是因为洋葱里面含有众多的矿物质 具有很好的排除肝脏毒素的效果 能够提升抗氧化能力 改善便秘 吃鸡肠胃运动 所以它有减肥的效果 洋葱拥有着很不错的口感 当然这些年来 人们都会把它作为日常减肥的过程中 食用的蔬菜 吃洋葱可以减肥 能够有效地发挥消化脂肪的作用 同时洋葱也含有硫化物 硫化物是一种能够达到肝脏排毒的物质 所以它能够呵护人的健康 另外洋葱中拥有骨光肝胎 能够有效地提升脂肪代谢能力 具有提高肝脏抗氧化的能力 可以有效地促进脂肪代谢 同时洋葱里面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 可以有效地改善便秘 刺激肠胃运动 如果搭配适量的运动 日常饮食 可以达到更好的减肥效果 洋葱我们只需要一小半 切开后用食盐 摩擦一下切口处 这样我们在切洋葱的时候 就不会被辣得泪流满面了 或者是在切的刀上涂上一些清水 那样也不会被辣得泪流满面 洋葱切好 先把它抖散开 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生姜最好选用老姜 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 可见老的生姜 它的药用价值自然会比嫩姜好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 在吃生姜之后 人体会发出热的感觉 这是因为它在使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加速 使身体上的毛孔张开 这样不仅能够把身体多余的热量带走 同时还能够把体内的病菌 寒气一同带出 它能够使身体的循环加快 使身体的基础代谢率提高 因此生姜能起到一定的消耗脂肪作用 所以我们在减肥期间 适量的吃生姜 它是有一定的减肥效果的 生姜 姜皮它是属于良性 而姜肉是属于热性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姜皮 两者一起食用刚好可以中和生姜的热性 生姜我们把它清洗干净后 切成生姜的小颗粒状 那个时候可以放在肚脐眼部位 用串可贴给它贴上 这样做具有一定的减肥效果 之所以可以达到减肥效果 那主要因为生姜属于热性的食材 放在肚脐眼的部位 能够促进肠胃消化 促进排毒 从而可以达到减肥的作用 除减肥以外 在预防肠炎 治疗腹泻方面 也有一定的作用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肥 还可以帮助我们 调理身体的湿气和寒气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生姜我们清洗干净后 切成细湿 然后放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一小根新鲜的苦瓜 苦瓜在我们生活中 它是一种很常见的蔬菜 关于苦瓜的功效 大家都可以了解 它是可以清热去火 是很多家庭常见的菜肴 苦瓜它的热量是非常低的 每100克的苦瓜 热量大约在20大卡 作为日常食物的选择 有助于控制能量 多吃热量低的蔬菜 饱腹感效果特别好 吃苦瓜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用再结实了 可以做到不知不觉中 少吃东西 还能够起到减肥 瘦身的作用 苦瓜中特有的苦味成分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我们的食欲 进而可以控制食物的摄入量 对于仓后血糖 也有一定的控制效果 仓后血糖峰值会降低 会减少胰岛素的分泌 进而减少脂肪的合成量 另外苦瓜还含有大量的轻脂素 减肥是有一定作用的 苦瓜热量超低 能够抑制脂肪吸收 它还能够降低胆固醇 和甘油伤脂的作用 特别适合伤高人群去食用 还具有很好的预防坏血病 保护细胞膜 提高机体的应激能力 保护心脏 还有一定的抗癌作用 苦瓜去除瓜然 然后把它切成薄片 接着再来准备一个胡萝卜 先把皮去除 胡萝卜含有大量的植物纤维 而且热量非常低 食用后具有很好的饱腹感 有利于减少其他高热量的食物摄入 进而可以帮助控制体重 对减肥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缓解便秘 起到辅助减肥的作用 胡萝卜当中含有胡萝卜素 能够很好的调节脂肪代谢 不容易让脂肪淤积在体内 对于减肥的促进作用非常的强 胡萝卜去皮后 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口锅 烧热加入一点点的橄榄油 再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给它翻炒出香味 不需要炒太久 大约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能闻到洋葱的香味 这个时候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大火给它煮上10分钟 把所有食材煮至软烂 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肠胃吸收与消化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时间到后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和一点点的生抽调味 搅拌均匀 就可以装入碗中开吃了 这样煮出来的洋葱 苦瓜 胡萝卜汤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而且我们先把食材翻炒一下再来煮 这样吃起来也不会特别寡淡 这道减脂餐 我们最好放在碗上来代替碗餐来食用 它的热量特别的低 一点也不用担心会长胖 而且洋葱和生姜 可以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 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 坚持吃上一个星期 你就可以看到理想的结果 不仅可以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还能够稳定三高 对于中老年朋友也是非常有益的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